我祝福在天地间的都赞颂真主超绝万物,国权只归他所有,赞颂只归他享受,他对万事是全能的。 他曾创造你们,但你们中有不信道的,有信道的,真主是监察你们的行为的。 他曾本着真理创造天地,他曾以形象赋予你们,而使你们的形象优美,他是唯一的归宿。 他知道天地万物,他知道你们所隐匿的和你们所表白的。 真主是全知性事的。 以前不信道的人们的消息,难道没有达到你们吗? 那的人曾传誓他们的事情的恶果,他们将受痛苦的刑罚。 这是因为,他们祖中的使者显示他们许多名证,他们却说,难道凡人也能引导我们吗? 故他们不信道而违背之,真主曾表示,无求于他们的信仰,真主是无求的,是可送的。 不信道的人们,不信道的人们,妄言他们绝不复活,你说不然,以我的主门是,你们必定复活。 然后,你们必定获得关于你们的行为的报告,这对于真主是容易的。 故你们当信仰真主和使者,和他所降世的光明,真主是彻知你们的行为的。 在那日,他将在聚会日聚合你们,那是相期之日,信仰真主,而且行善的人,他将解除他的罪恶,而且使他入夏林祝贺的乐园中。 而永居其中,那却是伟大的成功。 不信道,而且否认我的迹象的人们是火域的居民,他们将永居其中,那归宿真恶劣。 反灾难的发生,无一不是依真主的判决的。 谁信真主,真主将引导谁的心。 真主是全知万物的。 你们当服从真主,当服从使者。 如果你们违背命令,那么我的使者只负明白通知的责任。 真主除他外,绝无应受崇拜的。 教信仕们只信托真主。 信道的人们啊,你们的妻子儿女,有一部分却是你们的敌人,雇你们当警防他们。 如果你们恕饶他们,原谅他们,摄诱他们,真主将摄诱你们。 因为真主却是制赦的,却是致辞的。 你们的财产和子嗣只是一种考验,真主那里有重大的报酬。 你们当量力地敬畏真主。 你们当听从他的教诲和命令。 你们当施舍,那是有益于你们自己的。 能借出自身的贪恋者却是成功的。 如果你们以善债借给真主,他将加倍偿还你们,而且奢佑你们。 真主是善报的,是智伦的。 他是全智优敏的,是万能的,是智锐的。 贝罗与时代假如іс 杜立 прав尽 请您、李箴立の环境中。 我们也可以订阅